我先試一下麥克風 因為議事組特別提醒我說 這幾次的質詢 聲音小了一點 麥克風如果太小聲的時候 順便智慧我一下 主席有請部長 部長好 還有我們勞中部的同仁 大家早安 今天早上不管是各委員所提 包括上個禮拜跟這個禮拜 其實大家對於 不管是外勞的一個禁用 昨天衛福部也做了一些的報告 包括上個禮拜 也做了一些的說明 那針對這個議題我想問部長 在就業服務法裡面 因為 大家都提到外籍勞工的一個聘僱 包括昨天也好 衛福部也特別提到 家庭照顧的員工 訓練的 部長裡面的報告也想得很清楚 但是外籍勞工的 聘僱辦法 其實它有一個聘僱的警戒指標 不想知道 不想知道 外籍勞工的警戒指標 政府法52條裡面有一些 有一些警戒的事項 它警戒事項特別提到 也就是說 針對未來 勞動部應該要建立一個警戒的一個機制 這個指標 這個指標就是希望能夠透過 每年得引進多少個人數 透過我們的外籍警戒的一個指標 由中央主管機關 邀籍相關機關 學者 雇主 勞工 代表協商制 這個條文寫得非常清楚 我印象中去年 去年好像也有委員 也有委員特別提出來 但是 想問部長的是 這些年來我們有做了些什麼 各位委員報告 我們在104年11月20號 已經有委託學者專家 來修訂這個 外籍勞工警戒指標項目 還有收集各種的資訊 我們預計在 在3月底之前呢 會完成這個 相關的 平息的工作 其實去年有委員問了 我們就進行 我知道 去年有委員 因為提問之後 後續並沒有看到任何的研究報告 因為我們預計是在3月底會完成 3月底會完成 對 如果是3月底會完成 我再請教一下部長 那3月份的 這個月的警戒指標 是什麼顏色的燈號 未來都是燈號 大概一個趨勢 這個我想是不是請 那個 沒關係 可以請副署長打 報告委員 事實上現在就是說 對於這個警戒指標的定定的一個形式 大概我們也剛好就是 依照去年這個委員的指示 沒有你只要跟我講說 3月份的警戒指標到底是 我們目前大家是認為 什麼顏色 不以這個所謂的警戒的燈號 這樣的一個顯示方式 目前大家認為是不以 所以現在沒有做嗎 對 因為你們沒有做 所以你不知道紅燈 你也不知道紅黃燈 你也不知道現在是綠燈 還是黃綠燈 還是藍燈 對 那個委員大概未來會有一個趨勢 對 未來會有一個趨勢 就是說一些正向的趨勢 也就是說引進之後 其實你們 兩年前 我今天這個報告書來對 其實也是你們勞動部 特別請的寫者單家做出來的一個研究報告 那個 再倒回去哪一張 這裡面的負向指標 跟正向指標也非常的清楚 當什麼樣的界定的時候 就要禁用多少個外勞 是嗎 這個負向指標來對 如果失業人數增加 因為我昨天看到媒體的報導 3月份的失業率3.95 是這16個月來的最高 那如果是這次負向的指標 是不是要外勞的引進 是不是要做一個考量 報告委員 現在就是說未來 我們從各項的指標裡面 有正向跟負向 那得到相關的趨勢之下 我們是提到我們的 所以你認為現在是負向還是正向指標 目前大概只是在就指標項目的討論 因為你們的使用 或者說你們的 自己的界定是在所謂的求職求財的差距的增加率 對不對 這個有相關的 就是求財多少的跟求職的比例 如果是1比1.3 你們就認為現在是缺工 因為求財的人比較多 求職的比較少 是嗎 所以現在一直叫缺工缺工缺工 所以外勞就要多 禁用禁用禁用 是不是這個意思 報告委員 這個島不是以單一指標來看 他是整個相關指標都必須要綜合來考量 所以 那行蹤不明的外勞人數呢 這些都應該是鑽在我們的警戒指示標誌來對吧 這個都是負項指標都有把它列進去考慮 所以在負項指標跟正向指標 都來確定我們未來要引進多少個外勞嘛 對一旦指標確定 所以當這些的外勞人數 如果再看我們近十年來的人數 下一張 我們外勞的增加的人數 部長 你覺得咧 現在景氣特別好 所以缺工缺得非常的厲害 所以我們禁用更多的外勞 創造更多的就業的工作的機會 這不只是產業外勞啦 就是 我這只是修了一個產業外勞的一個趨勢 當然社會的外勞 總 total人數是58萬 那其實那一天部長也跟我講 這是到去年的9月份的人數 今年其實已經飆到60萬了 沒有 還沒有到現在59萬 59萬8啦 對 如果下個月增加2000 不過這個 我現在不是跟你計較說 60萬跟59萬到底差距多少 而是說這幾年來的外勞人數的引進的一個增加 那外勞人數的引進的增加 那我也要特別問 部長 理論上是不是代表著經濟大幅的成長 我們現在的這個經濟的成長率在過去去年是比較差 前年段還有3個percent 去年是只有0.5 經濟成長率 經濟成長率去多比 那你覺得經濟成長率有回歸到勞工的身上嗎 那個是 現在是低性化 那個是有談到分配正義的問題 所以你們剛剛報告書來的也特別提到 勞動條件的不好 最主要是因為薪資結構 職業的規劃 或者說是因為他的專業的進入的不足 包括昨天在衛福部裡面也特別提到 為什麼社會的外勞增加這麼多 是因為本老不願意去救 對 他薪水跟工時還有工作環境都不好 對 所以我們就大量眼鏡外勞 那部長 我們是不是應該去演繹怎麼創造更多的誘因 這個我們一直 不管是產業或者社會的外勞 對 我們一直希望跟 實際上的一個寬寬 是不是直接就衝擊到就業 本國人民的就業的機會 不過我要跟委員報告 像剛剛講的那個產業外勞 我們針對幾個我們開放的3K產業 它到現在雖然開放了外勞 還是有缺了 還是有缺了 3K產業我們當時所謂是用補充性 現在是替代性還是補充性 但是現在就是沒有本國人要去 跟你去爭辯 這個要3K還是補充性替代性 因為是定量的開放 但是演變到後來是專案的引進 專案的引進完之後 又變成經常性的引進 現在是變成我資格的 就沒有所謂的總量管控了 所以我們的外勞人數 不過跟委員報告一個數字 就是過去外勞人數增加10萬人 但是也創造本勞的工作機會 大概25萬人 就是因為我們要求你 你用一個外勞 就要搭配要多用幾個本勞 所以這 這基本上也是創造本勞的就業機會 工廠裡面都禁用外勞 禁用外勞最主要就是低薪 如果不是因為薪資結構 如果薪資結構沒有改變 勞動條件沒有強化 台灣永遠是貧富差距的懸殊 勞工永遠是白 這個都是我們 不管是我們在立法委員 或者是勞動部 基本上大家都應該是站在同一條線上 尤其是勞動部扮演的職責 本來就是要站在勞工的身上 不然你就不叫做勞動部 但是這個資方也還是我們的國民 他們的一些聲音我們還是要聽 今天不是在這邊打幾個 如果是這樣 那就叫經濟部去處理資方就好 如果你認為說改善勞動的一個條件 或者工作的聲援 是不是創造更多的利益 這當然是改善勞動條件 當然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如果本勞的薪資結構都改變的時候 外勞人數會不會相對的減少 所以剛剛才會有跟你講的 負向指標跟正向指標 我們一直希望本勞薪水當然 假設本勞的條件都能夠改善 本勞願意去從事一些現在他們不願意從事的工作 所以昨天的報告裡面也非常的清楚 不管是服務員的社會或者產業 就是因為這些行業的薪資結構 其實基本上就是排擠了本國的工作的薪資結構的一個改變 這是一個產業結構的一個改變 這是薪資結構的將運化的時候 如果都禁用了一個外勞的一個這樣的標 相對的老百姓的薪資還是永遠停留在16年前 部長同不同意 這個外勞的引進是其中一個因素 所以我最後要跟部長提到的就是 不管是產業外勞或者社會外勞或者白領的外勞 相對的放寬 他的就業都會產生一定的影響 所以我剛剛會跟部長特別提到 既然我們的救福法52條例 就特別的規定第三項 也特別的規定 這個藍色的警戒的指標應該是作為依據 我們引進外勞的一個準則 部長同不同意 這個我想我們會朝這個方向來努力 最後我想再問一下部長 部長 因為剛剛蔣委員跟你特別提到 每週公司40小時的部分之外 我想在因為上個禮拜部長也答應 針對勞工19天的一個放假日改為12天 部長說要一個禮拜內給我們做回應 我不知道部長目前的後續的回應 我們跟委員的回應已經正式公文發出去 但是我們基本上還是尊重立法院的審議 那麼我的了解就是立法院會排審議 那審議的時候 我當時是跟部長特別提到 你的行政的一個命令 你执法不能抵觸謀法 行政權不能約一立法權 我們還是要完成整個的程序 因為現在我們已經報到 你再怎麼完成的程序 法律的明文也非常的規定 你再怎麼樣行政權就不能約一立法權 這是屬於人民的義務跟權利 人民的義務跟權利的話 怎麼可以用韓式的公告的方式去做處理 我們沒有用韓式 我們就是用修士興記者 你們是用新聞稿公告出去 所以你們今年的1月1號就把它開始實施 沒有 那個是報行政院在修正 那個在修正的過程當中 雖然未還委員會裡面 也特別要求要實質審查 但是在沒有實質審查之前 你們就先行公告 你不覺得在程序上有錯嗎 一般實行記者 行政部門審定之後就可以公告 實行記者是依據52條的規範 但是當你願意法律規範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回到法律面 回到法律面就是立法院事後排審 不是事後的法律面 你不是說我現在錯了 我現在已經委婉法律了 我現在沒錯 我跟你講我沒錯 你怎麼沒有錯 我真的沒錯 我沒有違法 沒有處罰 我沒有預約法律的授權 你怎麼沒有預約法律的規範 你那個行政法 你用行政的含告去公告 你們要做民進黨上台做可以去做 這個不是說民進黨上不上台的問題 我現在就是針對 我現在就是針對 這個違反現行的法律的規範的時候 沒有完全沒有 是不是要回到法律面 你可以去找 因為我當時跟你特別提到 如果中央法律的規定 你講的我完全不擺信 人民的義務權利 你認為是 沒有啊 我說沒有就是沒有 那你認為這個調整的勞動條件 在改變的時候 我說沒有就是沒有 不是你說沒有就沒有 你可以告我啊 你可以把我移送啊 回到法律的層面來做解決啊 要是我違反 你把我移送啊 這個不是說誰告誰的問題啊 那你就不要講啦 那你就跟審查的都在說吧 你這種回應是有點意氣用事嗎 這個下個禮拜就要排審了 現在有什麼好談的呢 不是我只是問你說 上禮拜你已經有這個說明 我已經告訴你了 我現在就等下禮拜的審查 好我們諮詢時間到 謝謝中委員 我們現在休息五分鐘